易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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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喝药 来 来 公子 公子怎么会在这儿 我 你伤得不轻 你刚刚老是挨洞呢你 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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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火就行了 刚好 还清上次欠你的人情 那他有没有受伤 他好得很 好 没受伤就好 怎么不问问我呢 我不能再欠他了 我欠他的太多了 不能再多欠一次 怎么 救你的就一定是他 不是他 难不成还是公子吗 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公子心里装的都是大事 怎么会为碧且冒险 请说我功利无情 行 那吕北义 他心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吗 公子我累了 丫头 丫头 你有多了解我 你有多了解他呢 碧且只需要了解王爷就够了 丫头在你心里面 我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只有交易 是不是无论我做什么 都比不过 那吕北义的一根头发 你和吕北义的过去 是他一辈子的耻辱 一旦有一天他席局成为王爷 第一个杀的人 就是吕北义 那公子呢 公子亲眼看见沐海耀推碧切下车 你是否会治他的罪为碧切讨回公道 你明知道我 我现在必须忍哪 沐海耀真的很了解公子 公子 公子不是说过要保护碧切吗 这就是公子对碧切的承诺 丫头 这个世上有很多事 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许下的那些承诺可能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违背的 剑戟 公子是否真心想过 会为吕北义除掉剑戟 公子 切身以为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能得到你的一丝真情 甚至 你竟然为了她而不公信 你竟然为了 丫头 可那又如何 无论救她的人是谁 最后受伤的都只有一个人 所以你觉得我在骗你 碧切只想听公子亲口回答 那既然你觉得我是这种小人 你为什么要跟我交易呢 为什么让我留下吕北义呢 碧切只想听公子亲口回答 切身要让你永远记得这一刻 让这种痛 在你心里形成一个死结 十年 二十年 一辈子都解不开的结 没有 你去哪儿 我离开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就是卑鄙小人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君子 是你误判误信 误入歧途 现在你已经是我的碧切 是我贺连信的女人 这个是你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苏南春 公子 今晚 碧切落实 半秦 咱们 几年 以前还能做什么 你认为我 需要 广 adults 和你 神兵的 你不认为我 종人 不认为我 我都会有 从今天开始 他才是真正的公子弟的人 以后他能坐上哪一把椅子 恐怕不是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的 小姐 莲姑娘 莲姑娘 这是公子赐给您的披风 还特意吩咐 这件披风非比寻常 请莲姑娘一定要诊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干什么 让开 公子 让开 公子 李北夷 这一剑刺下去 我就放你远走高飞 刺不下去 我和骆青莲的一切 你从此无权批判 郡主 郡主 公子 你可吓死小人了 还是公子有胆识 料定他肯定不敢赐这一剑 但是 我倒希望 他这一剑能刺进来 好 环蕊 切身斗胆 请公子以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 起来吧 谢公子 手怎么这么凉 没事 夫人病了 回公子 夫人昨夜一夜没睡 在小公子的屋里坐到天亮 奴婢怎么圈都不听 最了 好 怀蕊 慧儿的事 一直都没能给你个交代 无论公子想做什么 妾身都会站在同一边 环蕊 你不是没睡好吗 怎么一早就跑过来了 妾身来有两件事 第一 恭喜公子 宠幸连姑娘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 妾身求公子恩准 姚夫人在边院一切用度 与公子底中相同 你说什么 你想给她情赏 是 怀蕊 她昨天才把青莲推下车 而且 辉儿的事 辉儿 辉儿是我的亲生骨肉 她死了之后 我天天一泪洗面 恨不得 把杀她的人千刀万挂 可是 可是现在公子 用人知己 绝不能 让穆海瑶 还有穆家 对公子心怀怨恨 不得 辉儿的仇 固然是重要 可现在最重要的是 活着的人 是公子 穆海瑶杀了小公子 奴婢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断 至少让她在别院里好好受苦才是 谁知夫人竟然 竟然替她向公子情赏 在别院再苦 能养她的命吗 自然不能 可我在这里 性命却难保啊 怎么会 您是这里的嫡夫人啊 嫡夫人 没有子嗣的嫡夫人 并没有那么名正言顺 一个穆海瑶走了 会有下一个穆海瑶出现 能保住我嫡夫人的位置 只有一样东西 公子的亏欠 您是想 我越是委屈求全 公子的亏欠越足 我的地位才越稳 是 慧儿 泉下有志 她一定会原谅我吧 夫人 您别伤心了 小公子那么懂事 她一定会原谅夫人 保佑您承知那些不安分的人的 我只希望 下一个 不会是洛青莲 小姐 冬到半个时辰了 这簪子戳石头都够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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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管 小姐 可千万别做糊涂事 小姐 小姐 你别 给我站住 你们都别管 乙公子拦得了我一次 绝拦不了我下一次 果然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难怪我三哥喜欢 乙公子过脚了 公子的喜欢 我担不起 你当然担得起 就凭你身上这件披风 你还不知道 这件披风的来历吧 是德夫人 你只知道 德夫人是三哥的生母 却不知道 最让三哥难过的 也是德夫人 三哥从出生以来 一直被义夫人收养 直到九岁的时候 才回到德夫人身边 那时候 德夫人刚生了八弟赫灵花 好孩子 德夫人刚生了八弟赫灵花 对三哥这个离开多年的儿子 毫不关心 一心都扑在了八弟身上 有一次 有一次父亲因为三哥读书好 赏赐给他一件披风 让我看看 三哥十分喜欢 花儿喜欢吗 来 再来 在这儿一个 看看 花儿 真好 就是这件义夫人 亲手做的匹房 三哥一直留在身边珍藏 别人碰一下 他都会发弄 可他现在 就在你身上 别人都说 三哥看似风流 实则薄疾 你可知为什么 不过就是心机算计吧 因为害怕 我从小被送到德夫人身边 是当时只有九岁的三哥 把我带大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恐惧 他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 在他的眼里 做得好就会被奖励 而做得不好 就会被抛弃 他嘴上对什么都无所谓 可是他的心里 比谁都害怕失去 二十几年了 他没有一刻不戴着面具 没有哪怕片刻地放松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你可以救他 你别忘了 一炷香之前 是你亲手拦住我去杀他的 如果我不拦你 你便真会杀了他 小嫂子 我赫连已用性命向你担保 三哥可以骗天下人 但是他不会骗你 他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 在他的眼里 做得好就会被奖励 而做得不好就会被抛弃 就不会 acaba 鸟 你够了 你够了 我够了 ано 这个世界上 没有平白无辜的真情 包括 德夫人 什么 你刚才在梦里 一直在叫娘 那不是德夫人 无论你刚才听见什么 最好都忘记 明明满心伤痕 为何不能跟我指引 解开我对你的无敬 何连心 你若想给我真情 我又怎会无动于衷 可是你以为公子真的会为吕北翼 获除剑技 只要我哥哥在世一天 无论我做错什么事 公子都不会杀了我 你想干什么 走 沐海耀 千算万算 没能防住你这风味一阵 姑娘 苏南春来了 公子 走 坐下 陪我喝酒 好 公子的赏 陪且担不起 你不是想杀我吗 把我灌醉 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了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骗女人喝酒 那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 没兴趣知道 是骗你 这里的环境 逼得我从小就得学习说谎 对女人 对兄弟 对我父亲 十句话里面 有九句是假的 从来也不担心会记错 或者担心良心会不安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骗你就那么难 难吗 公子骗了我整整半年 如果我说没有 你信吗 是 恐怕经过昨夜 一切都止了 丫头 你恨我吗 恨之入骨 我和你 我和你每个人都在过去 我当时不说是我的 我真的看到你 我对你 我都在乱是 我很多人 我都在乱想 我对你 我都在乱想 我还能不担心 我都在乱想 骆轻莲 恭喜你 如今吕北义成为幕僚 只要他尽心辅佐 公子便会倚重的 可是你以为公子 真的会为吕北义 获除剑技吗 你和吕北义的过去 是他一辈子的耻辱啊 现在吕北义 对他来说尚有可用之处 他自然会安抚李渔 一旦有一天 他席绝成为王爷 第一个杀的人 就是吕北义 不可能 你以为公子 是什么良善信诺之人 你看看这公子 底上上下下难难女女 哪个人不是他的棋子啊 吐死狗鹏 气如碧吕 我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对我尚无真情 更何况是你 姚夫人不必费尽心理 我不会舍无挑唆 王青莲 你下了这么大盘棋 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可你恰恰忘了 你却成全了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我哥哥在世一天 无论我做错什么事 公子都不会杀了我 你想干什么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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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医官 让我来吧 公子 我还去请医官吗 不用了 倒热水 公子 我去倒热水吗 公子 公子您的手也受伤了 要不先处理一下伤口 无妨 莲姑娘并无大碍 只是受了惊吓昏不醒而已 叶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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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你以为我想杀他吗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 最大的痛苦 绝对不是丧命 而是住心 大人 人 财 人